欢迎来到MON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林志颖车祸住院 爱妻手晒病床罩 11次发生引泪崩 一人林志颖上个月驾驶特斯拉发生自撞车祸 消息引来外界关心 索性经过手术治疗和数周休养后 情况逐渐好转 传出已转到普通病房 让粉丝们放心不少 如今老婆陈若宜16日在IG发生 晒出一张病床照 网友看了都希望林志颖能够尽快康复 陈若宜16日在IG现实动态 PO出一张紧牵着手的照片 一旁用文字写下挺过风雨 终究会看见曙光 外界看到照片后 判断躺在床上的人 应该是林志颖 只见他身上穿着病服 手肘窝处盖着纱布 而病床边伸出手的人 则是从穿在脚上的鞋 猜测是大儿子 Kinney 林志颖车祸发生后 陈若宜先少发生 7月24日发文 很感恩大家的关心 志颖每天的状况都有进步 感谢长庚医疗团队的用心和照顾 还有大家的祝福 最重要的是 救出志颖跟Johnson的热心人士 衷心感谢他们 目前志颖的状况相对稳定 Johnson也是轻微受伤 正在观察及休养当中 在此时报平安 主要是希望能够平息网路上 与额传额的不实消息 让身为人妻与人母的我 看了相当难过 也想在此呼吁大众 不要相信未经求证的谣言 最后要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与支持 这绝对是守护我们的最大力量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